如果廉价能够占领市场 夏立早就打败问质 无论哪个行业 现在专业的越来越贵 如果你问到的价格很便宜 先别高兴太早 不是你捡到便宜了 很有可能是你被新人炼兽 呵呵 扎心吗 做生意啊 品质决定一切 如果你是一名老板 定位高端客决 就把价格涨起来 因为保利不一定等于多效 最好的生意是厚利多效 有人又问了 那如何厚利啊 给你一个启发 好服务可以提升产品 三倍的价值 仔细琢磨一下这句话